來我們來看看一些例子 由甲乙丙丁物五個變陰 我想了解乙變陰如何影響丁變陰 請問你誰是控制變陰 誰是操縱變陰 誰是應變變陰 我想了解的是乙如何影響丁 那我要改變誰 我要改變你對不對 所以乙什麼變陰 操縱變陰 我要去測量誰 丁 所以丁叫做翼變變陰 所以乙式操縱變陰 丁甲乙變陰 那請問你我的甲乙丁可不可以 甲乙物可不可以變 不可以變 那什麼變陰 控制變陰 甲乙物不能變 叫做控制變陰 所以就是我們的控制變陰法 簡單嗎 很好 來 這裡有一個以後要教的摩擦力 最大近摩擦力 我覺得最大近摩擦力 跟接觸面積有關 跟重量大小有關 跟那個光滑程度有關 我認為它跟三件事有關 那我想要了解 接觸面積如何影響最大近摩擦力 請問你我的實驗要什麼設計 你告訴我 我要改變什麼 控制什麼 測量什麼 OK 聽懂嗎 你告訴我誰不能變 我說有三個變陰對不對 光滑程度 重量 還有接觸面積 然後對他們對於最大近摩它的影響 我想知道的是面積的影響 請問你我實驗該如何設計 停車戰界問 我們要認真努力的抽到三號 我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設計實驗 我要控制什麼 改我要控制什麼 操縱什麼 改然後量什麼 誰不能變 要改變誰 要量誰 很困難喔 不會喔 不會喔 好吧 沒關係我到來找你 我說過我不要放過你 我要了解的是面積 所以我要改變誰 改變面積 去量最大近摩擦 那請問你 重量能不能變 不能 光滑程度能不能變 不行 所以我就要找同一個木塊 表示重量會一樣 放在同樣的面上 表示光滑程度一樣 然後把轉不同的面 面積不一樣 去量我的最大近摩擦力 我就可以知道 面積跟最大近摩擦力的關係 就是要這樣做實驗 這個是想要知道這個結果 實驗應該要怎麼做 這也是國商會出現的單摩的等時性 就是擺動時間啦 稱為週期啦 你就說時間就好 擺動時間就稱為週期 OK 我認為有三個因素有關 一個是擺長 一個是擺錘質量 一個是擺角 然後呢 於是我就這樣做實驗 我就這樣做實驗 這樣做實驗 啊 請問你 這個實驗這樣做完之後 我是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我如果是這樣做實驗 我是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好 然後 於是乎這樣子夠簡單吧 我們又再度請可愛的三號 三號 來 這樣做實驗 是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你一打電話 我問你第三次喔 你就對我一直笑 這樣我會不好意思 我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我那樣做實驗 我是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還是不知道 哼哼哼哼 老師教育失敗 好 好 質量 質量跟實驗的關係 就是所謂週期 很好 我 我只改變誰 我只改變擺錘質量嘛 操縱邊衣嘛 我量時間嘛 應變邊衣嘛 所以我們講過 我們了解的是操縱邊衣跟 應變原因的關係嘛 所以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我了解的是擺錘質量跟週期 過期的關係 那我的擺角沒有變過嘛 我的擺腸也沒有變過嘛 所以說不知道嘛 對不對 OK 那根據這個實驗結果 兩個有什麼關係 成正比 成反比 平方成正比 無關 哪一個呢 按照這個實驗結果 大概什麼關係呢 成正比 成反比 平方成正比 還是 無關呢 對 帥哥 帥哥 有帥哥 難嗎 有帥哥難 找不到帥哥難 帥哥難 24 24號 24號 大帥哥在哪裡 在這裡 害羞內向喜歡大自然 蛤 你說什麼 題目在課本上就有 講義上就有啊 還題目咧 那樣做完實驗之後 我的擺垂質量跟週期 有什麼關係 成正比 成反比 平方成正比 無關 無關 有人報答案 你要不要相信他 無 正比很好 請坐下 恭喜你 猜錯了 為什麼無關 都沒有變啊 60跟30 70跟還是30 80跟還是 30啊 都30 那有關嗎 沒關啊 與擺垂質量 無關啊 與擺垂質量無關啊 所以答案叫做 無關啊 難叫無關啊 OK 這叫做 我這樣做實驗 可以得到 什麼結果 得到什麼結果 考試的兩種提醒 希望你能夠明白 可以嗎 可以嗎 OK